大家好,很高兴获得于婉如委员的邀请,让我能够用远去预露的方式来参加社会创新国会的成立大会。 从事社会创新的朋友,通常是对于某个社会使命有这个关怀作为出发点, 再借由科技的突破和观念的转变来重塑社会中不同群体的相对关系,达到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目标。 帮助这些朋友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个就是我目前的主要业务之一。 从去年6月开始,每两个星期,我都会到台湾各地和从事社会创新的朋友进行座谈, 并且透过及时视讯和逐字列管的方式,让十几个部会的同仁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掌握并且回应在地的需求和疑问。 这一整年的巡回下来,就是为了要让各个部会能够在交通成本最精简的情况下去具体了解各地社会创新的热情和使命。 除此之外,行政院也在去年10月在台北市仁爱路上面的空军总部,成立了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这个呢,是从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协助之下,我们提供了跨部会的一站式服务,而且还有跟国内外朋友各种互动的场域。 同时,每周三的上午10点,经常到晚上10点,我都会在中心开设个人的office hour, 让所有愿意和我讨论社会创新的朋友都能够面对面地进行交流。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在于婉如委员的发起下,我们立法院成立了社会创新国会,作为连接跨专业、跨部门资源的平台。 我非常认同大会成立宗旨所提到的,就是光有创新是不够的,创新必须要能够规模化,才能够带来足够的社会改变。 我也相信这样子的平台,一定可以在各个从事社会创新的团队和个人之间,创造更多的有机连接,更多相互支持的环境, 为台湾在经济,在社会,在环境上面临的所有问题,都能够找到新的解方, 也为全球的永续发展目标来做出具体的贡献。 最后,我想要预祝社会创新国会的运作,能够长长久久,顺利圆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